市场 那离选前只剩下四个交易日 但是呢 前五个交易日的今天 资券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三大反应这样的一个操作 其实是符合人性啦 也就是说大家怕怕的 可是又觉得国际股市上面的表现很好 所以它还是有试图去做操作 但是呢 不敢大展身手 所以资券 微幅的增加 代表人气有一点的回温 但还不是大幅的一个回神 的可能性上面是比较高的 那刚刚来讲 华明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呢 很现实 但是呢 也很贴切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这行情 选前的这个礼拜的行情 到底是什么行情 到底是绑票 还是卸票 还是什么行情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过说 这是一个人人有奖的行情 也就是说 你只要在低档的个国 大概会某一天里面来讲 就会开始起涨 进行了一个扩底 所以大家都会轮到 但是为什么说手脚要快呢 因为它有时候要绑票 因为我们举例说 在今天的成交量上面 还是只有700多亿啊 是不是告诉你 只有一套资金 那我这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你手脚要快 其实上个礼拜五 如果大家很用心的去关心 盘中的资金流相比 电子个股在星期五的盘中 高达80%以上 这就是我们上次提到有点那种打地鼠 对不对 过热 然后你今天里面就大家 哇 全部一封封跑去了传产股 电子资金比重多少 69.7 11成不见了 跑到传产股 那电子个股当然在今天八大类股都涨 它就跌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大家都人人有奖 你想想看在这一波 从8501点涨上来 哪一个类股族群没涨到 都涨到了 跌生的个股也会轮弹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大家都人人有奖 只是手脚要快的 原因是它只有一套的资金 一旦传产转强 电子资金一层就不见了 那这一层就跑到传产 可是量能上面始终不出来 KD的指标跟所谓在目前来讲话 跟大盘而言是有点背离 如果你量不出来 我们就说量不出来 走势就会比较温吞一点 原因就是如此 那我们拉回到今天里面 到底有哪些股票 把这一层的资金吸走了 是粗量的个股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解析 那第一个我们就要讲 大家的联想力都会很快 中国的房地产上面 下行的风险性降低了 那这个时间大家会想 那你房子要坐电梯 所以1507的永大 我们来看一下盘中走势图 搭电梯 你来看 我就很强对不对 来我们看它的K线图 其实一言以蔽之 我说为什么说人人有奖 你看这个打的 打底打多久 今天才突破了颈线的位置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原因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电子今天也流行 补涨的像LED 船长也流行这种打底形态的 那我觉得在选前上面的操作逻辑上面就 零买低不追高 可能是在这个礼拜里面 很重要的操作的逻辑 OK 好 所以看到这些强谷 所以轮的速度很快 甚至应该在底部的据号 你说都会有机会轮到 对 大概都会有开始摆花齐放的一刹那 只是说有些的花它很快会凋零 就休息 对 就休息 不一定凋零 对 休息 就是说它可能是走的事是 花开 然后盘盘盘 再花开 这种方式上面 属于盘间的格局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速度要很快 对 速度要比较快一点 所以明天就轮到你手 说不一定啦 对不对 我说人人都有机会 各个都有机会 好 让大家稍微内心都可以释怀一下 因为有一些还在很低的激起 说不定会轮到你